存钱和不存钱的人 老了会有什么影响 两位老人说出各自真实经历 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却万万不能 所以人的一生都要时刻保持有钱 这样才能让我们自己有保障有底气 可是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却变了 先不说喜欢超前消费的年轻人 他们还年轻 有的是时间挥霍 我们就说说那些已步入中年 或者已经退休的老人 在这类人群中 有些人觉得人生已过半 奋斗的年纪过了 也就没必要把钱看得太重 存不存钱无所谓 老了靠儿女 照样能过得很舒服 也有些人天真的认为 存钱只会让自己扣扣 锁锁的拮据度日 没有幸福可言 而且人走后 钱再多也带不走 所以没必要存钱 甚至还有一群 拥有退休金的老人 更是可笑 他们认为自己每月的退休金 已经很富裕了 根本不怕没钱花 所以存钱就是瞎折腾 真到了没钱的时候 国家也照样会养活我们 那么存钱和不存钱的人 老了都会有什么样影响呢 下面就来听听两位不同观念的老人 看他们存钱和不存钱的晚年 到底是怎样的 第一位 喜欢存钱的钟大爷 71岁 我今年71岁 退休11年 我已经存了61万元 而且我还是觉得不够 现在也一直保持不停地存钱 可能有人会说 老人家存那么多钱干嘛 到头来 脚衣灯啥都不是 说实话 我喜欢存钱这件事 曾经也被很多人议论过 刚退休那会 我领着五千多的退休金 我每个月就花一千 其他全存起来 儿女看到我这样扣扣 锁锁 就为了存钱 就说我有钱花还这么拮据 真是不知享福 老伴也一样很反对 说我不会过日子 整天不是在算钱 就是在存钱 那些一起退休的老同事 也嘲笑我 存钱不用 等于没用 还不如趁着还能动 抓紧把钱花光吧 到时候不能动了 想用都用不了 而我却不被他们所干扰 把存钱当成一种 坚韧不拔的任务 当成一种玩不逆的爱好 一直继续着 后来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老伴和子女们 纷纷对我有了另一种看法 五年前 老伴在一次体检中 在身体里查出有肿瘤 虽然说检查出是良性 但为了防止恶化 还是要进行手术 和进一步预防 当时做手术和一些肿瘤检测 需要花八万元 加上一些后期治疗费用 总共需要十一万多 而老伴每月三千多退休金 几乎越月光 这些年一直没存什么钱 然后我们两个子女 看到要花十一万 也纷纷有点为难 儿子说刚换新房 现金只能拿出三万 女儿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 所以也给了一万 最后剩下七万 谁来担 无疑就只能靠我 好在我退休前几年 一直保持每个月存三千八百元 存了有五年 当时账上大概有二十四万 这才让老伴有钱治疗 要是我当年跟老伴一样 天天去买买 吃吃不存一点钱的话 那会儿就只能拉下脸 去求别人借钱了 还有好几次 我也用存款解决了家庭危机 女婿因为投资失败 房贷还不上 就快要被查封拍卖了 我就拿出一点钱 先帮她还了一年房贷 这样才保住他们的房子 免得女儿和三个小外孙 无家可住 前些年 儿媳的亲妈得了肿瘤 要做化疗 前前后后要二十多万 儿媳的弟弟呢 虽然有些钱 但他的钱 大多数都跟别人合伙 投资到股票上 而且又被套住了 拿不出什么钱 想卖房子 可是低价卖房也卖不出 儿子自己也压力山大 只能拿出五万多 所以最后为了救亲家 我借了十万给儿媳 这才解了危机 所以经过这几次的事情 很多人都很认同我存钱 并且我存钱这些年 也没有怎么拮据度日 除去四千左右的存钱 剩下一千多给我一个月花销 这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如今我还时不时去做点外快 每个月存的钱也是只高不低 现在存款五十多万 我不仅生活得很舒心 而且儿女也因为我有存款 曾帮助过他们 所以对我格外孝顺 看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老伴呢 也改掉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 也开始自己弄了个小金库 学着跟我存钱 虽然他存的不多 但也是一笔保障 其实存钱就是把付予的钱 囤积起来 等面临人生突如其来的风险时 我们就有坚实的后盾来抵御 第二位 不喜欢存钱的吴大妈 六十七岁 我今年六十七岁 老伴七十二岁 我们一起退休的 如今也退休十二年了 但我们退休到现在 却连五十万都没有 前些年 我们两双双得病 也因为拿不出钱来治疗 如今病患重重 日子过得很艰难 其实我和老伴 当年也是生活很富裕的 两个人的退休金 加起来有八千元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儿 根本都不用为生活 为子女操心什么 退休之后 我们一直过着高品质的生活 先拿出以前嫁女儿的礼金 二十多万元 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又换了新车 然后隔三差五 老伴就在我一起自驾游 我们日常生活 也紧追年轻人的潮流 一日三餐 很少在家里做饭吃 不是去下馆子 就是在别人的饭局上 买东西也不讲价 觉得自己有钱 花不完 就专挑贵地买 我和老伴 几乎每个月都会置办一两套衣服 当时很多人都羡慕我们劳两口 活得潇洒又漂亮 但是由于每个月这么花销 导致我们几乎越月光 好几次都是等着退休金到账 才有钱用 就这样 我们也就没有存钱的习惯 总觉得退休金月月都有 而且年年在增长 不怕没钱用 也不怕物价上涨 还有 女儿女婿也答应过 以后我们老了会赡养我们 我们也就很宠爱他们 只要他们开口要钱 我都会尽量满足 可是四年前 开心潇洒地过了八年的退休生活 却被一场疾病给打破了 老伴因为一直有心脏上的小问题 退休后一直闹腾 结果就越来越严重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 突然心痛倒闭 送去医院一检查 竟然要做心脏搭桥才能根治 可当时心脏搭桥手术要十八万 我们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 就找女儿借 可是女儿听到这么多钱 就各种诉苦 拿不出那么多 只给了我们八万元 然后我就去找亲戚挨个借 那时候不知有多么卑微 为了借亲戚一万多 要写字句要发誓 还要讲人情等等 后来钱借够了 老伴也治疗好了 但没过多久 我又意外摔伤 导致腰椎骨裂 需要做手术上钢钉支架 右脚也要上钢板 这总共又要花十多万左右 女儿女婿看到我们牢两口 老是要花这么多钱看病 渐渐地疏远我们 给我电交四万元前期手术费 就表示拿不出来了 让我好自为之 就这样 为了治疗自己 我也叫老伴挨个借钱 可是上一次借的钱 还没还完 这次再去借 很多人都不愿借 最后只借到几万元 远远不够 不过 为了赶快做好手术 我选择了最普通的脊椎骨裂固定器械 后来手术很成功 也恢复得很不错 但是由于用的是普通的器械 副作用很多 据说十五年还是二十年 就要去花 还有每次劳累一点 或者到了阴雨季节 我的腰背就酸痛得要死 而且这种疼痛 是无法靠后期根治的 会伴随一生 如今 虽然退休金涨了几百块 但是却不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因为老伴每天都要吃药 每三个月都要去医院检查 我也差不多 为了减少身体就患得疼痛 时不时还要去针灸 药育和吃药 几乎每天都在为了苟延残喘的身躯 不停地花钱 日子也就过得很苦很悲催 有时候想起当年到处乱花钱的日子 我真的很恨自己 为啥就不安安分分过日子 然后努力存一笔钱呢 我算了算 如果当年我和老伴每个月存五千 老伴做心脏支架 我做脊椎手术 几乎是可以靠自己 而且也用最好的医疗器械的 可是后悔也没用了 现在想存钱也存不了几个钱了 只希望日后 病痛不要再来 就这样度过一生吧 结语 通过两个老人的真实经历 深刻地告诉我们 这存不存钱的后果 还是有区别的 虽然说人到晚年 日子没多久了 有钱就要及时行乐 尽情地过好每一天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人到老年 意外和风险 是不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减少的 反而还会增加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存钱的习惯 每天每月攒一点 日积月累 当意外和风险来临时 我们才有抵御的能力 那些老了靠子女 靠社会养老的想法 就不要想得太多了 子女有他们下一代的生活和压力 很难顾全上一辈人 而现在的社会 虽然政策好 有专门扶持老人的机构 但是力度 却不足以养我们一生 说白了 人到晚年 还得靠自己 和靠自己的手里存款 退休后的人们觉得时间好打发吗 每天都快乐吗 三位老人实话实说 退休后的人们有大把的时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不是被无聊的工作 占用了绝大部分时间 每天都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 退休人是因为日子过得快活 就会感到时间过得飞快 而不像那些奋战在工作岗位中的人们 他们从上班的那一刻起 就盼望着下班铃声的响起 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那么退休之后的生活 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快活吗 他们的时间好打发吗 一天过得快吗 听听三位退休人士实话实说 李阿姨 我今年55岁 退休前的 我是企业里的工人 所以有幸能够50岁退休 虽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 但是依然没能过上人们口中 悠闲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 我就在女儿的要求之下 辞别了老伴 去女儿家里 做起了带心的保姆 我每天一睁开眼 就要赶紧为一家人准备早餐 当女儿和女婿吃完早餐之后 就把一岁的孩子扔给我 潇洒地出门上班去了 我看着满桌的狼藉 和卧室里的杂乱无章 还有正嗷嗷大哭的外孙 就会感受到血压的急速上涨 尽管如此 我也只能强压着怒火 奈着性子边哄外孙 边收拾屋子 我一边做事 一边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 女儿是我生的 我生的 我生的 我只有这样默念上好几次 才能让我的心情平复 不再怨恨女儿 破坏了我的退休生活 虽然我每天都有一大堆的 家务事要做 但我依然能够给自己 找到些许生活的乐趣 每当外孙午睡的时候 就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时候我就会拿出手机 玩玩手机游戏 在手机上看看有趣的小说 再吃上一些零食 为自己减轻生活琐事的压力 我在女儿家 一住就是五年 外孙今年已经六岁 我感觉自己的苦日子总算快要熬出头 只要外孙上了小学 我就能够彻底解放 回到自己的家里和久违的老伴团聚 老伴早就对我忍无可忍 他说我只顾着照顾外孙 却一点都不惦记着他 实际上 老伴真的错怪了我 虽然我人在女儿家里 却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老伴 虽然我心疼老伴 一个人过日子的凄凉 却只能狠心抛下他 我担心不帮带外孙 就会被女儿怨恨 毕竟我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如果他不理我 我的人生就毫无意义 我有很多退休的老同事 他们都说退休后的日子 每天都显得那么的漫长 退休后不知道 应该如何打发 漫长而无聊的时光 对此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不仅不会觉得 时间难以打发 还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连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都要靠自己挤出来 感觉日子过得飞快 即使我以后不需要帮女儿带孩子 也不会觉得时间难以打发 因为我和老伴早就已经计划好 到时候我俩要四处去旅行 不旅行的日子 我们就在家里做美食 看电视 每天都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开发 怎么会觉得时间难以打发呢 我觉得那些觉得退休之后 感觉时间难以打发的人们 皆因为他们的爱好太少 如果他们能够培养多种爱好 就一定不会觉得退休之后的日子太漫长 太难以打发 姚阿姨 我今年58岁 退休已经有三年时间 我的老伴明年才能退休 我一直都在盼望着他能够早日退休 因为我感觉退休后没有老伴的陪伴 时间实在是难以打发 我有一个儿子 儿子自从娶了老婆之后 就忘记了我这个当妈的 我和儿媳妇的关系不好 婆媳俩只要一碰面 就会互对 所以我和儿媳 都自动自觉地减少碰面的机会 以免给自己添堵 儿媳不想看到我 就连儿子也不来家里看望我 我每天都望眼玉川地盼望 儿子能够带孙子回家团聚 可他却只顾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根本不顾及我的盼儿心切 既然儿子懒得搭理我 我就只能顺其自然 一心一意地和老伴过日子 无奈老伴白天要上班 只有晚上才能陪着我 自从退休之后 我就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没啥兴趣爱好的 我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太慢 我每天只做这三件事情 一是给老伴做早餐 二是收拾屋子 三是做两个人的晚餐 这些事情根本花不了我多少时间 因为我和老伴吃得特别简单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屋子里总是干干净净的 根本不需要我经常打扫 为了能够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 我就以网购为乐 我几乎每天都要购物 这样我每天都要出门取快递 到家后就不停地拆快递 再慢慢品味自己购买的物品 从而可以更好地打发掉 那些无聊的时光 除此之外 我就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事情做 每每听到别的女人说自己退休之后 为了帮带孙子或者外孙 他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我都会异常地羡慕 虽然我明知道带孩子很辛苦 也心甘情愿 我宁愿忍受身体的劳累 也不想在退休之后 整天地无所事事 感觉这样的日子和坐牢无意 严伯伯 我今年七十岁 老伴今年六十五岁 自从我俩退休之后 就感觉日子终于苦尽甘来 我和老伴在没退休之前 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每月挣着为数不多的工资 工作还非常的辛苦 那时候支撑着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 就是在退休之后 享受悠闲晚年生活 如今我俩终于达成愿望 感觉日子是那么的甜美 我和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 加起来有八千块钱 这些钱我们全部都花光殆尽 一分钱都没存下来 我俩一致认为自己辛苦工作一辈子 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 就一定要善待自己 让自己过上几年好日子 我和老伴只生育了一个女儿 女儿和女婿的日子过得小康 不需要我们劳两口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敢于不存钱的重要原因 我们把八千块钱分作两半 一半用于平日里的生活开支 一半用于旅游的经费 我和老伴在退休之前 哪里都没去过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好 加上女儿还在读书 所以不敢浪费每一分钱 每当我们听到别人分享 自己旅游时的见闻的时候 就会羡慕地无以复加 跃跃欲试地想要出去旅游一把 无奈在生活的重压之下 我们只能按捺住旅游的渴望 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退休之后 如今我俩终于成为了 有钱有闲的退休老人 怎么可能浪费如此的大好时光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出门旅游 一到两次 并且乐此不疲 我们只要还能走得动 就会一直在路上 永不停歇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出门旅游 所以从来不觉得 退休之后的生活很无聊 时间难以打发 我们不仅不会觉得 退休生活无聊 反而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每天都过得异常精彩 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要为下一次的旅行做攻略 所以我们每天都忙忙叨叨的 根本没有空闲的时候 每每每听到别人诉说 退休生活的无聊和无奈 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可笑 那些认为退休生活无聊的人群 对生活缺乏感悟 根本不懂得享受生活 如果他们像我们这样 将退休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他们不仅不会感到无聊 还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接触于退休之后 如何才能把日子过好 如果不希望退休生活空虚和无聊 我们就要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有一身心的兴趣和爱好 不仅能够充实我们的退休生活 还能够陶冶情操 有一身心 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极为有利 退休之后 我们要学会享受孤独 学会合理地安排好退休生活 其实说白了 我们无论是退休 还是没有退休 幸福感都只不过是一种心态 心态好的人 哪怕身处逆境 他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 心态不佳的人 哪怕身处坦途 他也会觉得处处是坎坷 会抱怨生活无趣 日子难以打发 老年人 如果能够将自己的退休生活 安排得丰富多彩 将退休后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那也是一种能耐和本事 虽然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 我们仍需学会顺应行事 只有懂得随遇而安的人 才是真的智者 手握百万去女儿家养老 无意听到女婿向女儿提要求 立马拿钱回家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当中 认为儿子给父母养老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女儿出嫁以后 成为了别人家的儿媳妇 不再具有给娘家父母养老的责任和义务 六十八岁的陈大爷说 他这辈子只生了一个独生女 在他年轻的时候 认为独生女没什么不好 自己养老的问题 也不需要依靠女儿 可是自从他的老伴因病去世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实在是孤苦无一 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他拿着百万巨款 到了女儿的家 希望自己能够在女儿和女婿的身边养老 在女儿家里一晚上 他无意中听到女婿说的一番话 立刻放弃了在女儿家里养老的想法 带着百万巨款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陈大爷 我今年六十八岁 老伴在去年因病去世 老伴在世的时候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 我俩每天一起买菜 一起逛公园 就连下楼扔个垃圾 我也要牵着老伴的手一起去 邻居们都笑话我 说我是老伴的根屁虫 对此 我丝毫没感觉难为情 我喜欢的是自己的老伴 又不是别的女人 有啥可难为情的 我和老伴这辈子就生了一个女儿 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 最好生一个儿子 等到我们老了 让儿子给我们养老 我和老伴一致认为 我们根本不需要因为养老的问题 再去拼一个儿子 我们有退休金 有健全的养老机构 即使我们没有儿子 养老也没啥问题 退休以前 我和老伴都是单位里的管理层 收入不低 生活水准很高 我们不仅培养女儿上了大学 还为自己存下了不少的养老钱 我们从来都没指望 女儿给我们养老 我们认为 只要我们存够了钱 当我们老的不能动弹的时候 就可以雇保母照顾自己 或者去养老院里养老 女儿工作以后 和家在农村的女婿好上了 让我和老伴非常生气 我们告诉女儿 女婿的家庭条件太差 女儿嫁给她 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 女儿没有听我们的话 偷偷怀上了女婿的孩子 既然孩子都有了 我们没办法再反对 只好无奈地接受了女婿 同意了这门婚事 买婚房的时候 女婿说她父母没钱 只有自己工作以后 存的十万块 这点钱 交房子的首付都不够 虽然心里很窝火 但我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 在出租屋里结婚吧 我们拿出了二十万 让他们按揭了一套两居室 房子虽然不大 但一家三口住着 绝对是够用了 按照我家的条件 完全可以全款给女儿买一套大房子 但我们怨恨女儿不听话 就没有拿出更多的钱 资助女儿买大房子 女儿结婚不久 就生了孩子 孩子出生之后 女婿就把农村的婆婆接到家里 帮她们带孩子 一直将孩子带到上了小学 婆婆才回到了农村 自从女儿出嫁之后 我和老伴就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们辛辛苦苦地操劳大半生 好不容易将女儿抚养长大 参加了工作 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们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理应好好地享受生活 在我们刚退休的那几年 日子过得可真是美 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 有一万多块 我俩对于吃穿都很随意 在生活方面 我们根本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最花钱的地方 就是出门旅行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出门旅行两三次 每次出去 都要在外面待上十天半个月的 玩够了 才会回家 在家里 我们会好好地休养生息 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这样的日子 让我感觉特别地幸福 可是 在我六十三岁那年 老伴却得了癌症 得知老伴患上了癌症 我愁得好几晚 没睡着觉 我到处给老伴找名医 动用所有能够动用的关系 给老伴谋求最好的治疗 可是 尽管我百般努力 老伴仍然在两年之后 与世长辞 留下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上 老伴刚去世那会儿 我非常不适应孤身一人的生活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老伴 想念得彻夜难眠 我再也不会好好地吃饭 几乎每天都只吃一顿饭 简简单单地煮一碗面条 或是炒一盘青菜 就着米饭 将肚子填饱就行 这样的生活方式 彻底地摧毁了我的身体 有一次 我在家里扫地的时候 突然晕倒 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叫上邻居 开车将我送到了医院 医生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之后 说我有营养不良的症状 我之所以会突然晕倒 是因为突发低血糖 造成了短暂性的休克 医生给我开了药 让我不要一个人待在家里 万一以后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没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就会威胁到生命 听了医生的话 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家里住着 于是就给女儿打电话 说要去她家里住 万一我有什么事 有女儿照应着 也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女儿没有立刻答应我的要求 她告诉我 这件事情 她要跟女婿商量 等有了结果 再通知我 我等了好几天 都没等到女儿的回复 就知道去女儿家里养老这件事情 女婿一定不同意 我这辈子 只生了这么一个孩子 如果不能在女儿家里养老 我还能指望谁呢 经过认真的思考 我决定亲自去女儿家里 和女婿当面谈 务必要实现自己在女儿家里养老的心愿 我拿着自己所有的存款 一百万 到了女儿家里 去女儿家的时候 我特地选择了周末的上午 这时候 女儿和女婿都应该在家 当我敲响房门的时候 是女婿来开的门 她见我不请自道 猜到了我此行的目的 脸色很不好 面无表情地将我让到门内 就说她马上要走 有事情要办 我见女婿要走 连忙把她拉住 说耽误你几分钟 听我把话说完再走 我就将存有一百万的存折 从包包里拿出来 说只要我能够在这里养老 我的钱就全都给你们 女婿听了我的话 脸上不再那么冷冰冰 她将我让到沙发上坐下 又给我端来了一杯茶 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谈钱干嘛 你安心住下就好 我哪里能要你的钱呢 我知道 女婿说的都是场面话 如果我不拿出这一百万 她万万不可能让我留下来 我将存折 递到女儿手里 说只要你们愿意给我养老 我现在就带着你们 去把存款过户 女儿想推辞 被女婿一把拦住 说既然父亲有这个心 我们收下便是 以后我们好好地孝敬父亲 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 女儿听了女婿的话 收下钱 说 那好吧 明天我们就去办理过户手续 那天 女儿和女婿 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迎接我的到来 晚上 我酒足饭饱 在外孙的房间里睡下 外孙在外地上大穴 所以她的房间一直空着 我打算 等我安顿好之后 就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给女儿和女婿换一套大房子 一家人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 半夜 我感到尿急 就起身去洗手间小姐 刚走到女儿和女婿的卧室门口 就听到女婿的声音 从卧室里传了出来 女婿此时 正在和女儿探讨 一百万块钱的分配方案 我悄悄地凑了过去 将耳朵贴着门 宁神倾听 我听到 女婿对女儿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 既然你爸在我们家里养老 那么 她的房子 空着也是浪费 还不如让我父母住进去 省得他们住在乡下 天高皇帝远的 见一面都难 二 你父亲给的一百万 我们自己留下五十万 剩下的五十万给我父母 我父母没有退休金 有了这五十万 他们的日子也能过得宽裕点 三 你父亲的退休金存折 要交给我们管理 我们付出了劳动 你父亲付出了金钱 这样谁都不欠谁的 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 女婿的话 还没说完 我就气得心肝疼 再也听不下去 我连洗手间都没去 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躺在床上呕气 我气得一晚上都没咋睡 第二天一大早 女儿和女婿还没起床 我就迫不及待地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让女儿将一百万的存折还给我 我告诉女儿和女婿 说你们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 我全都听到了 我老了 能把自己养明白就不错了 没能力养别人的父母 所以 这一百万 我谁都不给 全都留着给自己养老 女婿不想还钱 说她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 都是闹着玩的 让我千万别当真 我告诉女婿 赶紧把存折还给我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也是闹着玩的 见我坚持 女婿只好兴兴地将存折还给了我 我拿着存折 当时就离开了女儿的家 女儿想送送我 被女婿一把扯住 不让她跟着我出门 女儿的表现 让我明白 往后余生 我只能靠自己 靠不上任何人 既然如此 我务必要看好我的房子 还有我的钱 房子和钱 才是我养老最大的底气 如果我失去了他们 晚年会过成啥样 简直不敢想象 故事 62岁老人倾诉 再婚 娶小自己20岁的女人 有时不一定是幸福 男人天生的优越感 让他们多大岁数 都喜欢年轻些的女人 尤其是到了老年 单身男人 如果娶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人 再婚 那么身边人都会说他厌福不浅 是个幸福的男人 男人觉得找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 是自己的魅力加能力的体现 对于内心会感觉舒心舒畅 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可让年轻女人另眼相看 过了60岁的男人 找个比自己年轻好多的女人 这样可以非常好的照顾自己 也能够在生活里帮扶自己 让自己生活得更加惬意舒畅 院区里的62岁的老苏再婚两年 现在却提出离婚 不再是最初那副风光无限的模样 见人就说 在找老伴 还是找个岁数相当的好些 娶个小20岁的女人 有时不一定幸福 倾诉人 62岁的老苏 我今年62岁了 独生女儿 在外地成家生子 老伴走了五年 我现在跟42岁的再婚妻子离婚了 并不是 人到老年 娶个小20岁的女人 就是幸福的 我跟老伴是同单位的同事 经别人介绍相识结婚 那时候 男人只要把工资全交 好好工作 就是个好男人了 在家不必做很多事情 老伴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老伴退休没几年 一场意外老伴走了 我也感觉一个大男人独自生活 确实困难些 也许这就是被老伴照顾惯了 生活自理能力太差了 身边的好心人开始给我介绍老伴 有同事 老家的亲戚 没有退休金 还有子女没有成家 我觉得负担太重 也有岁数差不多的女人 可我感觉还是想找个年岁小些 这样 打理我的生活会好些 尤其是到了晚年 老伴还年轻 这样 照顾我更方便些 后来有人给我介绍 他们公司里的劳务派遣工 不是正式编制的 但也交社保和医保 这个女人比我整整小了二十岁 还有一个儿子再读初三 我们初次见面时 我被她的外貌所吸引 如果她不说自己四十岁了 你看身材和模样 说三十出头 一点不为过 我当时还想 我一个马上退休的老头 人家看上我什么的呢 女人说她就想找个有退休金 有自己独立住房的 还能够在经济上帮助她儿子读书的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 我跟她说 我退休后可以拿到五千多的退休金 我还可以再去打份工挣些钱 只是我的房子必须要留给我的女儿 我们再婚后 可以存钱再买房 我保证再婚后 把自己的退休金工资都交给她打理 就这样 我签了婚前财产的协议书 领证再婚了 我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她 我还在我们附近的小区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每月能够挣两千多的吧 也一起交给了她 我们再婚第一年的时候 她对我非常的好 虽然我在夫妻生活上有时满足不了 但我每月的工资全交的 她还是把我的生活打理得非常好 也会经常在家陪伴我 跟我一起散步聊天 后来 随着她儿子读高中 需要参加的补习班多了 费用也增加了不少 她总是劳到我挣得太少 她上班辛苦 我在家也不知道做家务 只知道享受 我本来就不擅长做家务 也不会说漂亮 好听的话 渐渐地我发现她不再跟我一起出去散步了 而是自己跑去跟别人一起跳交易舞 还经常很晚才回来 这让我非常的生气 我为她跳舞的事情没少吵架 有时候她会说出特别恶毒的话语 让我不敢相信这是她嘴里说出来的 跟婚前判若两人 我觉得再婚就是两个人好好地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不要讲究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生活需要仪式感了 过年过节的红包 礼物了 钱都给了她 我拿什么去买 可我再婚妻子不是这样想的 她觉得自己年轻漂亮 总是搭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跳舞 时间长了 我就开始有了想法 经常远远地看她跳舞 心里不是个滋味 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有一次 她跳完舞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坐上一辆车 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天很晚才回来 问她 她说跟别人出去唱歌了 我跟她说 我找老伴是给自己找个生活里的陪伴 你这样一天到晚的不是上班就是去跳舞 你当我是什么了 她居然说 我们两个可不相欠 你想娶个年轻的 我想找个依靠 最让我生气的是 有个周末 她说自己跟同事出去游玩两天 结果让我以前的同事 看到她跟别人在商场里挽着手买东西 要不是别人告诉我 我还当真她 只是出去玩两天而已 当我问她时 她还是一口咬定 是跟同事出去玩了 我就把别人给我发的照片让她看 虽然是背影 但谁都能够看得出是她 她承认了自己的出轨 请求我原谅她 还说了很多我最不愿意听的话 说什么我老了 很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了 她也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需要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经过一番思考 觉得我们这样的再婚 真的就是一场笑话 我提出了离婚 她死活还不愿意 最后跟我说 给十万块钱就离婚 一番讨价还价 以五万块钱结束了 这场相差二十岁的婚姻 我终于感觉到了轻松 发誓再也不着 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女人了 真心的累和受罪 写在最后 老苏和她小二十岁的再婚妻子之间 说白了 就是各取所需 功利因素太重 彼此都怀着各自的目的和小算盘 自然是越过越感觉不舒心 最终还是被现实击败 人到老年 在找老伴 一定要现实些 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与魅力 而是找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 在生活里 彼此相互帮扶 相互照应 老伴 老伴 老了的心灵之伴 不是以外貌取人 也不是物质至上 而是真正心灵的相容 相通相知 才能够走好未来余生的路 故事 六十二岁老人的倾诉 当初坚持离婚的我 老了才后悔不该那样做 都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可在见老的路上 失去陪伴自己的人 是件很让人难过的事情 尤其是到了老年 越发地觉得 身边没有伴得寂寞孤独 有时候 就会想自己当年 不肯原谅他是不是做错了 婚姻里的夫妻 在最初的时候 都信誓旦旦地起誓 要对彼此好一辈子 可随着岁月尘封的洗涤 内心对另一半的爱意见淡 就会生出各种事情出来 有人出轨 有人冷漠 最终导致夫妻走向婚姻解体 婚姻生活里那个犯错的人 在自己最初的时候 也是对自己的爱人 有着深情厚意的 怎么就会走着走着 就走散了 男人做错事情了 很多女人为了孩子 为了完整的家 甚至为了自己的颜面 会选择原谅 给男人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也有些女人 就是从内心里原谅不了 男人这样原则性的错误 只能放手 彼此天涯安好 年轻时离婚后的日子 谁都能够过得不错 可真正到了老年 才发现身边没有个伴的滋味 真的是很难受的 六十二岁的苏姐说 当年就是接受不了 前夫的出轨 执意选择离婚 一个人独自过来十来年 现在老了 才感觉自己当年的执意 是不是做错了 下面我们来听听 苏姐的故事 看别人的故事 思自己的人生 青素人 六十二岁单身的苏姐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 离婚了十多年了 独生儿子也结婚有孩子了 当年 在我觉得自己 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时 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时前夫死活 不同意离婚 她发誓自己再也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她说那次是因为喝多了酒 希望我能够原谅她 让她用后半生来对我好 可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试着跟前夫过了半年 我们彼此都是小小意义的 最后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选择了离婚 离婚时 前夫说自己是过错方 她似乎是净身出户的 房子留给了我 存款也大部分给了我 因为那时儿子已经读大学了 将来还要工作 结婚都需要钱 现在想来 我和前夫结婚的二十年里 我们还是很幸福的 最起码 我是感觉自己嫁对了人 要不是另一女人 出现在我家门口 告诉我她跟前夫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女人 我跟前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当时前夫是单位里的技术管理员 我是单位里的制控员 我们两个还是校友 因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才走到了一起 结婚后 为了让前夫更好的发展 我似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自己也是省吃俭用 把家里的钱都用来了学习 孩子我自己带着 为了给前夫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我经常带着儿子 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去 周末都是带着儿子 去新华书店里看书 一待就是一天 前夫通过学习 考了好几个证书 还自学了本科专业 在单位里的职位也逐年提升 我家的条件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每次前夫出差回来 都会给我买些小饰品和好吃的 那时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甜蜜 我们之间也很少吵架 家里有什么事情 前夫都会主动去做了 很少让我操心 可这样的日子 在我46岁那年就结束了 前夫跟单位里的一位新来的女大学生出差 回来后 我感觉前夫有些异样 当时认为是累的 后来 那个女孩子找到我家 把他们出差发生的事情 跟我说了 我才知道是为什么 前夫不同意离婚 她说自己是因为喝多了酒才会做错事情 可我心里那个伤心痛苦 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父母和好友都劝我 看在孩子的份上原谅他一次吧 再说离了 再找像前夫这样的男人不好找 还是原配的夫妻才能到老的 就这样 我们和前夫在一起过了半年 我实在受不了彼此之间的小心翼翼 尤其是夜晚 前夫想拥抱我 我本能地反抗着 彼此都不舒心 最后 我还是选择了放手 彼此天涯安好 曾经深爱过就足矣了 离婚后的日子 我过得也云淡风轻 儿子大学毕业后找了工作 过了几年就结婚了 结婚是前夫出的婚房的首付 我给儿子买的车和十几万的存款 此时的前夫已经再婚 也是找了一个离婚的女人 只是没有孩子 他们也没有再要一个 我们因为儿子的婚事 在一起吃过几次饭 感觉前夫再婚妻子人还是不错的 知书达理 很随和 去年 我因一次崴脚粉碎性骨折住院 儿子给我找了护工后 就忙于工作 主要是儿子的工作需要 经常出差 前夫来医院看望过我几次 那时 我才感觉到老了 一个人的无助 回家后 儿子从家政公司 请了保姆照顾我的日常生活 由于是两个女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聊天 说到婚姻家庭 保姆劝我还是再找个伴得好 是啊 最初的时候 是我执意要离婚 别人给我介绍老伴 我也是不愿意 总觉得一个人的日子 也能过得舒服舒心 可现在才发现 人到老年 身边没有子女的陪伴 再没有个知冷暖的老伴 真的是很凄凉的 现在说不后悔那是假的 如果当初自己能够宽慰自己 让自己心中的那道砍过去 现在的自己 也不至于如此的孤独寂寞 现在不论我有多么的后悔 也回不到曾经的过去 毕竟是物是人非 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 如果遇不到合适的办 我想我就要孤独终老了 婚姻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严肃的 要用心地去经营 不要遇到事情 就枉不开理想 因为婚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魔力夫妻双方 只有彼此都付出真心真情 才能够幸福地走到老年 其实在婚姻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要冷静地处理 千万不要太过于执意 要往后想想 再往后看看 什么时候 原配的夫妻 都是一条心地过日子 即使在美好的二婚 也会有隔着心的时候 退休后才知道 不用上班的日子 其实一点都不开心 退休是人的生命当中的 一个重要节点 当我们退休之后 生活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秩序 都要随着退休生活的到来 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退休后的我们 从忙忙碌碌的职场 退回到悠闲的家居生活 我们从职场中人的身份 成为了每天买买菜 养养花 六六公元的退休老人的身份 当我们退休之后 才发现 原来我们曾经以为的退休生活 和现实当中的退休生活 有着很大的反差 那么 哪些事情是我们退休之后 才知道的呢 听听五位退休老人的实话时说 徐阿姨 我今年53岁 退休 已经有三年时间 在退休前 我天天都盼望着能够早日退休 能够过上不用上班 就有钱花的生活 在我的想象当中 退休后的生活非常美好 退休后的我 天天都可以一觉 睡到自然醒 过着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而 当我达到了退休年龄 过上了我向往的退休生活之后 我才发现 退休后的生活 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美好 虽然退休后的我 确实过上了 每天都睡到自然醒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的生活 但我却一点都不开心 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 我就越来越逆烦这样的生活 我之所以会逆烦这样的生活 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太无趣 退休后的我 因为没有了工作 也就没有了社交圈 所以 待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家里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做一日三餐 再将家里的卫生 打扫干净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 打发无聊的时间 我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窝在沙发上追剧 由于我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追剧 导致我的腰也酸 背也痛 视力也越来越差 这样的生活 让我感觉比上班还要累 上班虽然辛苦 但是有同事们聊聊天 说说话 一天过得很快 退休后的 我每天都处于 无所事事的状态 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为了摆脱无趣的退休生活 我给自己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自从我有了新工作之后 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 日子也不再难以打发 我发现 人不能脱离群体 因为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一旦脱离了群体 就会感觉孤单寂寞 生命不息 工作不止 为了让生活更加的有意义 我决定一直工作下去 直到我动不了为止 吴大伯 我今年61岁 于去年初办理了退休手续 在我没有退休之前 我总是憧憬着美好的退休生活 我打算在退休之后 带着老伴到处游山满水 把以前没有享受过的 全部都享受一个遍 然而 当我真正退休之后 才发现 我根本不可能 按照自己的愿望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退休之后的第二天 儿子和儿媳妇 就以照顾我们二老为理由 和我们住到了一起 儿子和儿媳妇 当着我们劳两口的面 美名其约 是为了我们好 他们是为了让我们 充分地享受到天伦之乐 所以才会和我们住到一起 可实际上 他们的目的 不说我也知道 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住到一起 只不过是想让我们 帮他们带孩子 做他们带新的保姆而已 儿子和儿媳妇知道 老伴的身体不好 所以之前一直忍着 没有和我们住到一起 现在我退休了 他们知道 我有大把的时间 于是就脱家带口地 搬了过来 想要想 我们劳两口的福 自从儿子一家三口 搬过来之后 我和老伴 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要带一岁半的孙子 要做一大家人的饭菜 我们每天都要洗一大堆的衣服 打扫家里的环境卫生 儿子和儿媳妇 故意在我们劳两口 面前抱怨工作累 从而堵住我们的嘴 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 将孩子扔给我们 他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我和老伴 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的 还搭上了退休金 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忍受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每每在小区里 碰见熟人 他们都说 我想福 我和老伴 有儿子和儿媳妇照顾着 日子过得不要太美 对此 我只能抱之以苦笑 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 他们根本不了解我背后的所有付出 如果能够选择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天伦之乐 我才不想每天都围着锅台和孩子转 让自己成为了带心的保姆 陈阿姨 我今年58岁 退休已经有三年时间 由于我是灵活就业人员 所以直到55岁那年 才办理了退休手续 由于我的工作非常辛苦 还极其不稳定 所以我每天都掰着手指头 盼望着退休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然而 当我真正退休之后 才发现 我那点可怜的退休金 根本无法让我安心地享受退休生活 由于我仅仅交了15年的养老保险 所以我的退休金 只有一千多块钱 当我看到退休金金额的那一刻 我就迅速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因为我非常清楚 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虽然能够让我吃饱穿暖 但是当我老了 一旦遇到啥病啥灾的 我那点退休金根本不顶事 自从我拿到退休金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重新投入了工作 我打算在我上有体力工作的时候 尽量多地挣钱 以应对我的老年所需 李大伯 退休之前 我一直是单位里的领导 我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 迎来一波又一波 前来求我办事的人 那时候的我 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我每天都生活在鲜花和掌声当中 听到的都是尊敬和奉承的话语 那时候的我 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我好 对我如此的尊敬 皆因为他们欺慕我的才华 仰慕我的人品 所以才会对我笑脸相迎 用无比热情的态度对待我 然而 当我退休之后才发现 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些人之所以对我笑脸相迎 用各种好听的话奉承我 只不过因为他们有求于我 因为我在其位 谋其政而已 自从我退休之后 以前奉承我的那些人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再也不像原来那样满脸堆笑 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他们只是装作没有看见我 连招呼都懒得跟我打 这时我才发现 人一走 茶就真的凉了 赵大伯 我今年六十八岁 退休已经长达八年时间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天天都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退休之前 我为了多挣钱 每天都拼命地工作 那时候的我 为了能够多挣一些加班费 经常加班到深夜 那时候我还年轻 上门扛得住劳累的工作 所以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 可是自从我退休之后 我身体里的毛病就全部集中爆发 在我退休后的八年时间里 我总共做过大大小小的六次手术 去门诊看病 也是家常便饭 毫不夸张地说 退休后我 不是在医院里 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每当我看到别的退休老人 都在快快乐乐地享受退休生活 而我却天天都被病痛折磨 我就会感到深深地懊悔 我懊悔自己年轻的时候太拼 没有把身体当回事 导致我退休之后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不能像别的退休老人那样 尽情地享受退休之后的美好生活 当我退休之后才知道 人的这一生 除了年龄和疾病是在做家法 其余的都是在做减法 老年人最大的财富 就是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晚年的幸福生活就是空谈 接触于 当我们退休之后才会发现 退休生活常常并不如想象中 那样美好 退休后的生活 往往并不是风花雪月 而是整天都忙于带孙子 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 当我们退休之后才发现 所谓的天伦之乐 其实只不过是做儿女们带心的保姆而已 退休之后的我们 会被儿女们要求发挥余热 要求帮她们带孩子 为她们洗衣服做饭 当我们退休之后才发现 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只能退而不休 我们需要继续工作 才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安全感 才能够有足够的底气 去应对老年的到来 当我们退休之后才发现 原来离开了之前的工作岗位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退休前的我们位高权重 受人敬仰 但是一旦我们退了休 就只能接受人走茶凉的结局 当我们退休之后才发现 健康的身体 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老年人一旦失去了健康的身体 幸福的晚年生活 就会成为空谈